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 那新年马上要到了 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春节之前 或者春节这个放假之间 所以呢 这次呢 我们做一些比较轻松的节目 就不再是那些正经的车评了 那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几所的两位新人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那左边这个是我们的宇航 Guatemala 大家好 郭先生好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负责摩托这方面的王老师 郭先生好 然后呢 咱先给 其实大家两位老师都给大家拜过年 我也给大家拜一下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我们今天想干点什么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我们想做一下2021年新出的这些新车的盘点 2021年也有很多新上市新车 所以我们这次把很多全新上市的 或者全新换代的车给挑了出来 然后让我们另外一位摄像老师 给随便打断一下顺序 那一会儿其实我也不知道 一会儿我们会盘点什么车 那就看摄像老师怎么安排 那当然如果说这盘点的车里边 没有大家关注或者说喜欢的 那就全赖我们摄像老师就行了 对吧 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呢 接着点规则 就我们想我们怎么盘点 我们就不是正经评车了 一会儿我们会拿这个板子 然后我们会给每辆车打分 当然这个打分非常的主观 就是因为两位老师平常 其实他们的工作重心 并不是说去评价一台车如何如何 所以其实这两位老师 他们对于一台车的观点或者评价 更接近于咱们普通消费的 所以其实我也挺感兴趣 两位老师对很多这门车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规则还得说一点 就是满分十分 然后呢 精确到小时点后一位就可以了 比如说8.7 8.5这种 可以可以 那咱们下边就准备第一辆车 这个两个老师 03加 03加的三丁制板 今年新上 那我们现在先给个分呗 行 那咱们打完分就给亮一下 看谁的分比较好 宇航给的最高是9分 那宇航先说 宇航给9分 这个还是很荣幸 因为这台车我开过的 开过 对 是我开的 因为之前我和弟弟去 我忘了是去哪 是在赛道里开的 它不是一个量产板 是在赛道里 但是这台车的 咱颜值咱就不说了 对颜值这方面 还是忍者见忍者 但是确实还是看 没事不好看 就是说不好看 还是很好看 就比之前的那款03加要 你就喜欢这颜色 对我喜欢这颜色 比那个颜色要 就是赛车的那种 这种蓝色 还有就是这台车的动力 可能我开的性能车 比较少 反正这台车给我的 最直观感受 就是动力很强了 所以我的评价分还是挺高的 你反正觉得赛道里面 开感觉不够 对对 赛道很不够 就是这个分 你是把它看作一代买菜车 还是真正一台性能车的分 性能车 对因为它的定位 也是一个性能车 那王老师呢 王老师为什么给7分 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手动挡 所以我给7分 就是王老师还是觉得 就比较欧罗斯库那种 就是觉得这个性能车 就得应该有价值到 就手动挡 对 我给8分吧 其实很简单一道 我零三家车主 虽然三电软和零三家 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属于那种硬件性能 进一步强化的车 但是吧 其实这台车核心问题 还是没有改变 就是它上了更好的刹车 更好的轮胎 更宽的轮胎 然后包括发动机马路 也往上调了 其实这都不是零三家 这台车本身最关键的缺点 就是它没有弥补最关键的缺点 就是这台8AT正能箱 就它真的8AT正能箱 真的太买菜了 有顿促感是吗 不是 它换档 就是机类驾驶 赛道驾驶的时候 降档过于慢 包括说就是你自动模式下 你甚至去用拨片 它降档都很慢 所以就是如果以一台性能车的标准 其实性能车 你最核心的就是驾驶嘛 那你这个变速箱 完全跟不上整体的这种动力也好 你也跟不上整体驾驶结构也好 我觉得就是也很核心的 当然我给它8分 就是也算一高分嘛 原因其实就是 料还是挺足的 就是除了这台变速箱以外 其他东西以这个价格来讲 性价比挺高 但是真的 你说把它送到一些性能车里面 它在起码变速箱这一点上 那真的是垫底的水平 基本我是对谁这台车这么一个认识 行 平均分 其实平均分还是8分呗 就是还行吧 就是价格合适 但是你说 还是就是缺那么 最后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来咱下一台 下一台场 福特的EVOS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挺喜欢 行 咱先给它打个分 就如果大家没开过的话 就云屏啊 因为很多车 不可能大家都开过 来咱们平均好了 给 嗯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看不清 我给的是8.5 然后宇航老师7分 然后王老师8分 嗯 还是让两位老师先说 宇航为什么给7分 那王老师先说吧 我觉得车挺好看的 嗯 王老师开过这车 后来我看过吗 就看过实车吗 没看过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车 就觉得好看 对挺好看 对对对 行 那宇航 你看 所以我说气氛 所以这个外观 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宇航不行 可能我觉得就是 还是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这个车总感觉是一种 有点 就是怪怪的 是吧 就是感觉跟什么车 就像又不像 哎 对 就有点那种山寨的感觉 对 这还真是中国车 但是你说山寨吧 可能要倒不至于 就是原创度其实挺高 嗯 就是这车也没开过 没有 实车看过 也没有见过 正经的云车评 对 我其实我这5.8也有点不一样 就是这车实车我是看过的 包括那是 包括车机什么 我摸过 但没正式开过 嗯 其实这台车就是上市了 其实我也一 我对这台车是很 怎么说呢 我很感兴趣 我想试驾试驾 但是一直没介绍车 我给8.5 首先一个原因 就跟王尔点像 我是挺认这车验制的 就是宇航算不一样 但我是挺认的 就是他 为什么宇航觉得它怪呢 因为这台车 就是我觉得前两车 你觉得没问题吧 前两 我是觉得前后的这个比例 比例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优位的吧 其实这台车最特别的 就是这个比例 就是你说它是 因为它是定位是SUV嘛 中型SUV 但是它的 它又不像叫跑SUV对吧 叫跑SUV没有这么长的屁股 对 叫跑SUV就很快就下去了 这台车其实有点像那种 就是叫跑SUV 然后拉出一个屁股的 再跨了界那种感觉 就是列装 就有点像那种列装车 然后再变成SUV 对 有点像那种感觉 没有准确的一个定位的车型 但是就是 因为你没看过实车对吧 对 其实这台车实车很好看 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角度 你会觉得 嗯 就是比例感不是那么强 这 反正这种车啊我个人认为都是 看实车会比看图片好 嗯 然后这台车其他的 其实比较有吸引力的 就是我能给8.5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那屏 它那个是真连屏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27寸的 一个大屏 然后包括 触及速度 显示速度什么的 就是 论科技感 嗯 像我那台星远R都比不了 虽然星远R也一连屏 但其实是两块屏 它那个真的完整连屏 然后可以 可以自动分屏 就是科技感上面做的也挺稍微 然后像什么空间啊 这些都没 就是没什么可挑的 作为一台这种有6倍的来说 6倍的一般空间都比较大 嗯 对 它其实现在坐6倍车的都喜欢把空间做大 为了就是能照顾那种使用性 然后这台车唯一可疑就是我没开过 但是 但是整体来看 因为这套2.0T配8AT 不是什么新鲜的 或者全新动力系统 以福特的调调水 然后这车官方给是 0百加速6秒几 那还算挺快的 6秒几真的不慢了 对于一台SUV来说 对 然后包括它整体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为中国身上打造的车 当然以一倍来可能会反销全球 但是它主要针对的用户是中国的 所以它调教也挺符合中国 就是消费者那种 就要舒服 就是要 就是有运动感 但实际的底子是舒服的这种 就是那种调教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真的 就是属于 除了这个品牌上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 但二位就是如果真买车 会考虑福特不 我会考虑 会买福特 我会 我好像有福特 就可能福特这件品牌 在就是中国这个 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就是去恢复一下自己的这种 主要也是不考虑美系车 就费油 对 然后 但是就是刨处品牌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就是还是挺挺有样的 我真的想试驾 未来等我就真试驾过以后 再给一个比较 什么呢 比较一个公正的评分 真的咱们下一下车 这二位看得出来是啥车吗 BRZ 最新款 全新的 全新一代的BRZ 当然是全新一代是官方说的 嗯 嗯 诶 我先问一个问题 这车是不是中国现在最新款上了 上了 上市了 但是还没交车 没有交车 对 但是上市了 有价格了 嗯 其实这台车挺难评价 不太好评价 嗯 有没有手动挡 有 有 这款车 一样一样 就跟原来一样 就是有手动挡 有自动挡 二位评价好 咱们就两个分 宇航给9分 二位给9分 我给了个7分 来 两位老师先说说自己是为什么 都是9分 这个车 先让我 我 嗨 我 我对骑车不是特别了解 这车上一代我也挺喜欢 然后呢 对 然后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的就是那丰田的 86 对 我就喜欢那一般 就是就是看样子是吗 对 喜欢86那样 对 然后 这车新一代我觉得 变丑了是吗 是变丑了 确实没有那个之前的好看 没有上一代好看 其实其实我我我倒是好听好 听好多人说也是这么说 就觉得不如上一代好看 觉得有点怪 有点圆润 没有之前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还好 就是综合是一样 就一眼还能认出比较帅吗 因为二位其实应该没没没没没关注过这车 但是 当然一眼 反正一摆一看就是比较帅 对 我是出于对这台车的一个 信仰 信仰打气氛吧 信仰打气氛 那为什么给9分 9分是因为这台车 我觉得它还是 它是关注度比较高 两个车有一部分 对 有一部分很韧 对对 而且 我觉得这台车的回托率绝对是 就是跑车嘛 对 毕竟也就是两回车 而且是一台比较平民的跑车 就是平民 对 所以 它的回托率是要有的 然后这个颜值还是可以的 然后整体的 因为也没有开过嘛 但是整体的可能就是 相较于上一代的 BRZ的驾驶感受 应该会有提升 对 因为其实都没开过 大家都没开过 对对对 那我说我给 为什么给7分 就是首先我其实不怀疑 这台车的 刚刚好 展示了 对对 我不怀疑这台车的 什么操控性能啊 什么匹配成熟度啊 包括极限啊 跑圈圈速啊 我都不怀疑 但是为什么给7分 首先 就是这台车其实是有遗憾的 就是本身说 就有可能会用2.4T的方式 但实际不是2.4T的自信 就是在动力上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加优势 然后呢 最核心的就给7分 就是如果 别管它用不用什么涡轮 就是这台车如果光论性能 那我觉得 肯定是可以给个9分10分的 但是两个核心原因 第一这台车卖贵了 就是其实并不便宜 说是平民 但你想30多 我没记错的话 就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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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一讲 如果我说错价格了 大家轻喷啊 我记着没错的话 应该是30多 30多 对 30万并不便宜了 真的算不上平民了 但是你觉得如果和03加3定制版相比 那还是贵啊 03加3定制版才20 就是不带那台前一套价才23 23 对啊 这台这裸车30多 那 那确实是有点贵 对啊 虽然它肯定就是 就是它真正跑圈 极限性能肯定是比03加强 但是它 就是以这个价格来讲 真的就是已经有点对不起 平民跑车的这种称号 预判一下这台车的一个二手的价格 保值率来说 保值率肯定很高 因为这台车量不多 而且在就是就是就就说到为什么给欺负第二个原因了 就是它有点不太重视中国市场 就是它因为就是上市的时候不有一特大消息 就是说这台车不符合国流币 就是在国流币实际实施的城市 它是上表牌的 对对对 那就是也就是说像北京这种城市 你卖不了这台车 买了也上表牌 只能上外地方 所以其实我刚才问的也是问你说这个中国市场上没上 因为之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以为他不赖不上中国市场 都上了 但是就是如果就是你国流币实施的城市自己就想办法 就是就是官方是不会去专门为中国市场去给 把他的排这个排放标准去提到国流币 所以其实这是有点不重视中国市场那种行为 就是如果你真的中国是你非常重要的市场 你肯定会专门为了能符合国流币 为了能在全国动作上牌 你会去他对他整个动力系统做调教的 所以还是七分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就是不太不太不太有诚意 我觉得那我就给打六分吧 哈哈哈就不是九分了 二老师都觉得这些不是那种 对对对 是我觉得这台车本身没什么问题 就是两点一个价格 一个就是对于中国市场来讲还是不够重视 主要是这两点 然后他在我心目中啊不是那么的高分 行咱们下一场 啊 二老师还是败 这车我也开过 啊 这车我也开过 对 王老师开过吗 我没开过 王老师主要还是比较专注于摩托这车 对对对 行咱们两分 来 多少分 两位老师给八分我给九分 那算比较平均的 对 两位老师先说说自己的理 其实王老师说吧 我觉得王老师语言肯定很简单 对 好看 觉得挺好看 挺好看 那这个颜值不止九分吗 是什么给八分 可能他品牌 我觉得王老师其实这思路和很多普通商品是一样的 就是领克的车怎么说这个品牌就肯定没有什么什么BBA 包括什么什么丰田大众这么硬 对对对 我是觉得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啊 对合资 还是比较信任 对对纯国产自主的 因为我经历过自主那段 那段 对零几年那段时间 所以我这 有点暴露年龄了 哈哈哈哈 没事 宇航说 宇航说 我八分啊 是为什么 因为 首先这台车的动力 我我 因为我开过嘛 那次是在 是那时和地 是恩时 对对 是在恩时 而且还跑了一次山 嗯 跑山的感受就是 很柔顺 嗯 动力响应也很直接 嗯 然后我为什么是八分 没有九分啊 嗯 因为这台车 它是性能比较小 但是没有排气 那没有排气 对 这是一个扣分之下 嗯 所以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没有排气 对对对 那我就说我给九说的原因啊 就是宇航 宇航刚才说的这点 我觉得很 就是真的是 我对于这台车 唯一比较 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 就是当时官方宣传 其实这台车是要对标GTI 就是它把它当作一台小高梦 小高梦 对 其实这台车实际开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台车 它实际的卖点 和它的官方那种宣传的点 不是太符 对吧 嗯 我 我为什么给这台车九分啊 我觉得这台车 如果你把它对标对象看成GTI 那我可能真的只能给个 八分或者其他五分 如果你把它对标成 比如说A3 比如说宝马一系 比如说奔驰C级 就这些有两箱车的 奔驰C级 奔驰A级 奔驰A级这种 就是两箱 都是两箱小车 对对对 你就会发现这台车 真的值九分 对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台车首先 底盘的高级感 包括说隔音 就是它为什么没有排气 因为这台车 其实它的静密性挺好 就如果你过于日常代步了一下 这车开着特别有高级感 嗯 然后再加上它马力 明显比那几个竞争对手 就大得多了 200T配8AT 就是它动力规格 其实是大马拉小车 对吧 所以这台车 再加上它本身 才卖17万多 就那些车入门 比如说A3入门都20 20 20往上了一个 所以这台车 现在无敌啊 就如果你不把它当成一个小钢炮 就不是一台性能车 而是一台 就那种精致带步小车 那我觉得这台车绝对值九分 而且这台车的空间 后排空间比你想象要大 对就是 就是你看着很小 对 实际上它的空间 包括头部有一个头空 我记得 就是这车的后排 其实是能做人的 对 所以算是很宽敞 这个后排 论后排空间又比GTI强很多 包括它就是 它开上去都跟A3特别相 就是那种转向手感 就是有一点虚 有点假那种 但是也算顺 然后底盘很有高级感 绿震挺舒服的 对 然后动力还比较强 而且就是调校 因为它属于就是 可以说是领克第二代那种动力调校 它会比之前的会更顺一些 对 所以这台就真的值九分啊 我觉得这台这只不过是 你如果非得拿它跟GTI比 那它是不行 但是我相信没 就是它跟GTI根本不成正比关系 就是买GTI的根本不会看这台车 然后买这台车的 就把它当做一个代步小车 真的就是我觉得性价比无敌 就是我就是这种概念 就差一个排气 差一个原厂的排气 因为你其实对于大部分 普通就买代步车来的 它其实不想要排 所以说对于看还是分人群 就是定位的问题 就这台车其实 就是我觉得设计师给它的定位 就是一精致的城市代步小车 不是什么性能 因为它和03加的调教 就完全不是一风格 就如果它真的是小刚炮 它最起码应该像03加那样的调教 但是它根本不是那么调的 所以 它还有一点 就是它叫原来的02 它的底盘降低了 对 那肯定 因为它毕竟是 就是它定位应该是 这台两厢车嘛 如果它是轿车 它应该不是这台SOV嘛 所以低是肯定的低 反正我觉得这台车 就是我其实后来也问过销售 销售说这台车卖的 其实不是太好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就是这台是真的性价比 我觉得我当时有甚至有心思 就是拿03加换这台车 就是当时后来一问价格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能接受这话 我03加卖的 直接能提这台车 那我就换 那倒可以接受 下一台 下一台车 这位IOS老师认识吗 嗯 那个 爱安 广汽爱安 对 就是广汽新动员叫爱安 然后它的IOS一台 紧凑级的纯电动FV 这算是入门的吗 呃 在爱安里边就是入门一样 没事 大家不认识 就根据颜值 觉得它值几分 就是几分 嗯 嗯 咱们亮一下 7.5 7.5 7分 我是给了两分 我一会再说里边 先让两分 我看来两分是多少分 对 我一个 我给了一个9分和一个7.5 然后先让二位老师说 觉得为什么 就是7分 就是觉得这台车 我觉得 不好看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颜色上 还可以 嗯 觉得颜色还算好看 我不太喜欢 就是它那些大灯 你觉得大灯有点夸张了 对 大灯底下下的那块 有点 有点多余 我觉得这是只是一个 能凸显个性 就是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对 对 设计一下 那宇航觉得为什么7.5 本身是对于一个电车的一个 哦 就是宇航就觉得电车 电车就不想给高分 对对对 本身分会比较低 因为电车嘛 然后其次就是它的这个 因为也是没有开过 嗯 但是我之前 我记得开过爱安 也是广泰爱安的 一个 什么叫做 SUV SUV那就是要么是LX 要么就是V 反正开着驾驶感受还是不错 还可以对 有点接近人游车的感觉 所以整体会稍微偏高一点 就是那0.5就是给它开着还行 那种感觉 这个颜色和外观啊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接受的多一点吧 宇航不是年轻人吗 宇航老师年纪不大 我可以接受这个外观 但是不接受电池 行 那我说为什么给9分的7.5分啊 就是这9分给的是它面向的那些消费人群的 就这台车是一台偏小的就是从尺寸来讲 偏小的紧通级SUV 顶配也就因为它分两个动力版本 我记着是就是低续航的那个也400多公里吧 顶配才13万13万将近13万块 不贵 然后这台车最大的量件 就是为什么我说对于这些消费者人群来讲 它只是9分 这台车以这个车身尺寸 造出了最起码是宝马5系的后排空间的事情 这台车后排空间极其的大 就如果是那种说我家里边就一台车 而且还必须买新能源 然后我预算又不是那么充裕 我就是15万我就想落地 这台车真的就是你找不到竞争对手 就是你想找这个价位找这个空间的车 你找不到 所以这台车是非常满足那些刚需用户的空间需求的 就以这一点我觉得它就值9分 然后包括说其实这台车我开过 就是整体的像刚才宇昌说的 虽然没有特别大特点 但是开起来就是整体的调校程度 我觉得也确实不错 开起来比较顺 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纰漏 所以这台车对于这些硬核的家庭用户来讲 值9分 那给7.5元就是 如果你真的就是横向对比 就是如果我们不去 不说空间啊 就说这些机器的驾驶质感 这台车其实缺点还是能比较明显的 一是 因为它造这么大一个内部空间 就是一方盒子造型 所以风噪肯定大 就和那些就是追那些 低风阻的那种车肯定不一样 它风噪肯定大 然后就是底盘确实偏硬一点 因为它就把 就是比较像那种老头乐什么 就把那个轮子放四边 其实它对于 包括它那个后排座椅还靠的特别厚 所以它在布局上 其实是为了空间牺牲一些输入性的 所以它的底盘高级感有点欠缺 所以这台车如果你只是说 我自己开不是说那种就是为了空间买的 而是自己带不住用的话 那这台车的那种高级感还是差的 这轮骨是多大的 这话还真棒 看着好像是 看着好像不小 但其实它的问题并不是它就是轮圈太 就是轮胎太薄 它的问题在于 就是它悬挂有点生硬 就是悬挂率的感觉没高级的 感觉就是 比如压那种路上那种 就是那个 就是差不多这么厚的那种 条状的通通的那种减速带 就特别硬 咚咚咚咚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就连这台高级感都差了 就分就给的不太高 但是其他我就确实 如果你真的是高熏用户 这车值9分 行 那咱们这一期就先到这 因为还有很多车没有盘点到 所以呢 大家等下一期吧 下一期我们就接着盘点 总结一下这五台车吧 是五台吧 咱们怎么总结 我觉得分最高的就是02H Hedgewag 这五台车里边 各位一致认为02Hedgewag 是最薪水的 对对对 行 那那那咱们这一期的节目的 怎么说呢 这个最最我们我们最亲爱的车吧 就是02Hedgewag 行 那咱们下一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 拜拜